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 今天 大家好 今天真的很好 昨天我说大家不好 今天大家都很好 昨天因为 有凝负基金的问题 有些朋友表达 第一 有些是赞同 有些很担心 我那么激 会不会又删了一个节目 这个机会是小一点的 放心 如果真的删了 我就自己立个YouTube频道 请大家支持 好 很简单 所以今天就会很平和地说 很平和地说的时候 就会看到 奇波恒生指数 等等 我今晚 不是今晚 稍后 推荐过 是200 是凝负基金 怎样利用凝负基金 打造你自己的 是退休保障的 有稳定收益的 是年金 年金 所以说回 今天 行生指数 基本上 在2005 真的有阻力 有阻力 就回落 现在最重要的事情 都是观望 整个都说 没有问题 最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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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会升到3万2-3万8 以至更加高 不过 问题就是 你要有能量 有条件 到这样一刻 你要加油 再这样一刻 才能再上去 现在这里是怎样 由去年的 又去年的 大正是9月左右 开始 升上来之后 喂 够中了 是不是 是否需要休息 加加油 休息 加加油 不是代表它 倒下来 只不过就是 大家要调整一下 调整一下 要等 未上车的 要请他上车 让多些人一起来 推部车 上去更加高的水平 整天都靠着同一班人在那里推车 是没有力的 整整一下之后 由10个 再跟着20个 再跟着100个去推 那就对了 那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 这个过程里面 短暂时期 是真的受到了美国 打压 中资股一路的影响 有了Vanguard 他就说 他沽了所有的股 就好 沽了他就对了 沽了之后 等我们现在香港人收回他 在这个是十年二十年前 中国人 香港人真的没有那么有钱 现在我们真正 比较是有钱 假设 以前一个 我不是任何对他有所歧视 一卖菜阿婆 那卖菜阿婆 你不要真的看少他 他真的可能 存在钱 就可以买到很多层楼 以前那层楼 买进来之后 可能只值四百万 喂 现在值八百万 那他不是有钱呢 你说 他未必会卖了一层楼 是 他未必会卖一层楼 不必好嘛 第二样东西 日后 他不卖 他百年之后 的儿子可能卖的嘛 卖了之后 那钱就多了 那要怎样做呢 我不知道 其中一件事 可能是在这个股票市场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会看到 那将来呢 日后 所能够去做得到的事 是真的 在股票里面的资金 是越来越多的 我不担心 我以前跟他讲话 是 港交所 他可以去到300元 500元 前提就是 他日平均成交 要1200亿 和1500亿 当时他仍然是600多亿成交 你怎样看得到他那麽多 我们有时看东西 真的有时 要有些想像力 还有一些是狂想力 为什麽呢 大家可能 如果年纪轻一点 在1997年未曾打工 未曾出来打工 那你不知道 在1997年的时期之中 我的期间 我就跟施永青谈过一下 他后来再说 他说我说过这件事 他说什麽呢 他说什麽呢 他当时是抢贏人 就去做IT的事 那些年轻的求职者 起先论说 好 施永先生说 我加你30%的薪金 再过来 你看我 只要迟几个月 迟几个月 他又跟施永先生说 喂 我又 现在又有另一个人找我 施永先生说 好啊 我加多你10% 再跟着过来 臨到上工之前 一个月 再跟着他说 施永先生 又有人找我 要我交多些 施永先生说 可以了 你去找他吧 反映一点点 就是说当时的时间 找工跳槽 真的一年里头 可以加三次薪 可应加成三成 以至过一倍 在过程间 大家的钱多了 所有很多支持 就发达了 那有多可的时钟 你会想到 一年可以加三成薪金 而加一倍呢 如果1970年 你不可以这么想 不过1970年 你会想不想 因为突然间 对人工的要求 多了 即工种要求 多了 所以你看看 有一个发展的趋势 那到现在是怎样的呢 曾经在70年代 很要求做的banker 到现在就 少一点点 是不是 因为很多萎缩 那就不同了 所以每一时期 有每一时期的 大趋势去 现在 现在香港和中国 大趋势是什么呢 很简单 看看中国 哇 你这样制裁他 出口出口 什么什么 中国的出口 还是创历史新高 为什么 因为没得党 因为中国真的制裁越败国 在这些过程中 一路赚的钱 一路赚的钱 就会多了 赚的钱 多了章点 不是投资那里 就那里 投资那里 所以最终 很简单 很多东西 真正会越来越贵 今时股票价值 是很便宜 很便宜 真的 你找一些能够有赚钱能力的股票 你将会找得到 你真是会一世无忧 那我想请问大家 你知不知道 匯豐银行 我买的时候 我第一次买匯豐银行 是多少钱 是8元 8元 我当时买新银行 是8元 我当时第一次去买太股 是8元 这三个股票 其后的表现 各有不同 不无论如何 怎样都好 现在 不计派息 不计派送 无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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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完 快看 恒新指数 还在通道顶上摸来摸去 在日线图上 有点点 咬了点 所以记住 有点 留心 成交 似乎有点点萎缩 好了 有朋友问 他拿着一只 是世界集团 他说他拿着很久了 他拿着的始终是五毫一 他问他 现在回家鄉了 怎样好 不知道他是世界集团 还是另外一个国社家居 不记得 总之 现在回家鄉了 怎样好 第一件事 这些 不要想着有大手的 成交买卖 始终 这个会是要 大家成交买卖 一口命令 是要100万的 暂时未有 这些 暂时这几天 都是有资金流入 你看到他了 有没有 突然上了 没有预期使用率 因为他以前不是很强 但问题就是 为什么突然这样涌上来 同时 你开始看到他 这个月线逃利 是可以向他的历史高位 过夜人才挑战 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他这些 都是在卖家居产品那些 这些将会在未来的内循环经济里面 是有所帮助的 当然 每个经营者 他们能够多少 是做得到多好 是另外不同 不过 有样东西 就是你真正看到 是有成交配合上升 唯一件事是怎样呢 我们可以去到最能力的 暂时来说 就是去到历史高位 或者再接着 能不能够再上去呢 就要看他日后 他公布的业绩 以及他公布的是 这个 发展红度大计 如果没有的话 就是这样而已 所以 有货的朋友 在这里 你能够先赚的 那用什么呢 我的建议就是 你用保力加通道 就是上面 这个位置 就是来做的指赚位 这个位置是多少呢 就是7.75元 那如果没有货的朋友 你也可以博一下 不过你博的情况 就不太多了 你预计可能是一元折过二度 有朋友问神州控股 一看你都知道 不太好样了 真是深谱了 虽然有大手的成金买卖 不过资金流出是十分之多的 在这点里面 升了之后 现在开始握紧了 握紧了 握紧呢 九成九会握紧向下 因为这个是上升了 接着这个就可能会向下 现在在这里 也是一样这样 是向下这方面 我就倾向看他 会再试下低一点 是到六元左右的水平 六元左右的水平 就是保利加通道的下轴 这里 六元左右的水平 另外一个 又是这个 是家居股 一看 已经知道是国际家居 国际家居 国际家居 画明给他知道 这两天 是有资金流入 那这些 稍有资金流出 不多 不多 流出出资金 是2.3万 好 在这个周线图上 这个又用月线 这个唯一可以给你一个 憧憬是什么 它有色牌 7厘色 总一样 如果你的憧憬 就是说 如果不注意 它冲穿上去3.3 站在上面站稳 那这个是什么 这个似乎是一个大元底 技术走势上 应该说 上面的量度升波 由3.3 再度上去 再加3元 因为这两毫子左右 那你差不多可以去到六个多 当然这个 技术走势 有时候这样说 似乎有些 太过 狂上曲 不过我不能够说它 不可能不出现 最主要也要看它 咦? 管理层 是否做到正确的事 就能赚到钱 因为线图是这样 周线图上面 再升一格 再升一格 那就是我担心 它来到这里 有些跌 是会 不太好 不过 有一个息高 所以有人 可能会炒炒它上去 那你如果现价吸纳的话 上面看多少 大概看2.7 这个是3元左右 那下面指示价 就是2.4.5 这个就是 日线图 这个就是 对不起 这个就是 两个月的日线图 基本上是底位 慢慢看上去 那希望这里 过几天 它能够爆升上去 就像这里那样 插颈 然后爆升 它应该一定是用爆升的 不过 就有问题 在这点里面来说 如果 你记住 一定要看着 止蚀要去2.4.5 大致上 就是这个 保利加东道的底位 这个底部的充电 是2.4.6 如果2.4.5 就找多 不是2.4.8 那找到3个先 来做 这个是buffer 那就是通常是这个位 如果再降下来的话 一定是不好 有朋友问信 生物 但这里也有资金流入 由于这个是比较贵价 所以大手买卖 一手是100万 是有的 资金流入 不过 细心留意 是不是有时候少 好像不肯上进呢 那这里呢 今天是去到上秋的 下秋再会不会再多些 我不清楚 要等下秋的发展 不论如何都好 大家看到 它这里呢 是握了颈之后 就抗战了 抗战了之后 已经是几个星期 它会不会继续 好像这里那样 连续成10个星期上升呢 这个字可以说 如果你有货 的话 不要估计 看它会不会跌穿下来 跌穿下来 是这个是90元 你就要去获利 为什么会是90元获利呢 这样 因为上面保力加通道 上面这个位置 是95元 现在是98元 如果90元是什么呢 应该大约在这些位置 90元这些位置 如果从这里跌到90元 那还不要指示 是吧 那当然 你那张指示位 等你95 对不起 已经破了 你可以等你93 92 2元 可以计算 我认为 由于它这个星幅已多 它之后的调整 波动可能会多 波动完了之后 它可能再跟着上去 在这方面 我自己觉得 你想要谋求 高一点的利润 你就要比 在这个阶段 这个阶段 是要放宽你的指站 就是那个波动范围 这里刚刚初步 你不需要放宽 为什么呢 初步的时候 它一定是年轻气盛 一定是上上上上上 去到这个中年 死火了 有人死了 一病一下 就会病快一点 去到这个 可能是老年人家 老年人家 一病 可能是一病 多一点点 但是病完之后 可能是有人心 因为你记得 它是信达生物 到时用人心吃 又搞什么 到时有 也有 所以很多股票 无论腾讯也好 什么也好 都曾经试过这样 有些大的调整 之后 一路再升上去 因此 要是你收得很緊的指纏位 一脫下來,不過你也記住 跌下來後,後面要撿回它 否則後面那一節往往早下車 有份人問網易 網易的時之中,一路的成交減少了 流入的成交減少了 出現的話,就出現這件事 有支大陰燭 這是在周線一連圖裏面的周線圖 這星期有支大陰燭 一線圖上,你看到它 啪啪啪啪啪啪了 這樣你也知道 第一個站可能會去到 這個就是保利加通道的中族 在這裏保利加通道中族 你就需要知道 它來到這裏,它可能再回到這裏 所以暫時就一定要 我會覺得在這裏 可以先獲利 或者如果你未有貨的,就觀望一下 好了,講刑庫基金 刑庫基金一定有大手買賣 以億計的 為甚麼?因為多人買賣 我們要看刑庫基金 我們要怎樣看它呢? 刑庫基金是一個甚麼基金? 跟其他基金有甚麼分別不同? 刑庫基金 它一個可以說 是香港政府保證的基金 為甚麼香港政府保證基金? 第一,管理費用 由香港政府出了,即是納稅人出了 就算你沒有買刑庫基金也好 對不起,阿哥,你幫助了我 因為我拿了一手刑庫基金 有這麼大把,就由它開始成立時 拿了一手刑庫基金 但以後才會賣多一點 那刑庫基金呢?你會找到嗎? 第一件事,管理很透明 在杜庫以前做刑庫基金 它跟蹤恆子 在2019年時中 它跟蹤的東西是十分貼切的 只是加了0.19% 在這點裡,差不多是跟著貼 跟著貼切的代表 它反映了香港的經濟 而香港的經濟章是怎樣? 按照一般來說 恆生指數每一年 大約有6000至8000點的波幅 即使如果你能夠好一點 拿著起這個6000點 即是剛剛一開始升的時候 你拿著它的話 那一年你會賺了6000點 至8000點 那接著你會購回它 是不是? 如果大家拿著營股基金 如果你作為做強積金 那些同僚是20歲 就拿到你65歲 即是你作為自己去管理 這個營股基金的買賣 作為做退休的話 很簡單 你是不需要中間這樣 從頭拿到6000點 看到3萬2的時候 你就沽了它 我說上一字 不是今次 跌到這個1萬0 6000點的時候 你就撿回它 中間就賺了2萬幾點 那你說 哎呀 我怎樣可以這麼厲害 猜到頂 猜到底 這個就要做功課了 你不做功課 又想退休 這個世界沒有那麼容易 營股基金的好處就是 你不是一間公司 它是很多間公司 將來你還有加多一間公司 因為 會加到80間公司 80間公司 即是怎樣 就是將你很多公司 認為作為一間破產 你都只是八十分之一的影響 不過你通常很少 一間破產 因為它在破產之前 營股基金管理公司 已經將一些不合格的 傷殘老弱的 踢走了 有哪些踢走過呢 第一 大家記一記 曾經一個很威猛的八豪仔 就踢走了 是不是 好了 再其次的事情 之中 東亞 都好像這個出去了 以前還有其他 很多等等 一度很有名的公司 只要它 一 經營不好 盈利不代表 還要盈利不代表 不是你做得不好 不過你的行業 不讓你賺到這麼多錢 那你也要出去 這點即是說 盈股基金自己本身 是一個 自我改善的機制 它的DNA 是一路會被別人改好 改好去賺錢那裏 我想請問 接下來的八十間公司 現在只有五十間 加入三十間公司 多數加些什麽呢 當然是加些中資股 中概股為主 以後 很多國內的IT股 波技股 什麼股物股 這些股股 有潛力 可以有跑步前進的股票 他們會被加進去 那些 烏龜那些 麻煩你 你要出局 因此起這點 盈股基金 其實已經透過 恒指指數服務基金 幫你選擇了 最有賺錢能力的 股票 那你還想怎樣 是嗎 你如果一個人 能夠 一隻手 有五十肩 好 解除有一個人可以幫你 換了它 於是你換回一個 沒有五十肩就是手臂 你找到腳震震 好 換了它 所以 你會變成沒有腳震震 你說六百萬元 當時 跑步 就可以是如非之快 當然 還有 腦袋不太聽用 那就換了它 那當然換過人頭豬腦 還是豬腦人頭 就不知道了 無論如何 它是可以幫你 改善到你 一直營下去 這次 這是一個 任何一個想懶的 我自己相對懶的 投資者 應該要考慮 是不是營股基金 當然 另一隻 我會鼓勵 就是 互心三百指數 因為 為什麼呢 那是增加了很多 國內的 這些基金 國內基金 它們全部都是 科技股為底 這就是屬於最好的 當然 香港還有一隻 科技股指數 這個都可以考慮 但是 你沒有營股基金那麼多人 去參與買賣 還有 它的管理費 由香港政府給了 香港其他納稅人給了 就是說 你在那裡 你連1-2%都會節省 不要看少1-2% 你看看強積金公司的年報 告訴你 一年裡 如果你少賺1-2% 在四十幾年 六十幾年裡面 你還會賺少很多 因此 我便覺得 大家可以考慮 唯一一件事 大家要做的就是 每天 看看恒生指數 每天 聽新聞 每天 每天 哎呀 它上升還是跌呢 哎呀 它上升還是跌呢 你不要太擔心 甚至你不用每天看 你每個星期看都可以 再不對 每個月 一日看都可以 為什麼 因為這是一個很長線的投資 你不需要以分中計 不需要以日計 還要以週計 甚至於月計 那你要怎樣做呢 看看 這個是 螢褲基金 周旋一年圖 這個星期的 它跌穿了之後 然後買 下回來之後 又買 來這裡 買 那這個沽不沽呢 還未到 看看 其實它跟恒生指數很一樣的 很一樣的走勢 那你說 那怎樣搞好呢 那怎樣才買不買呢 那這裡呢 我就會建議 不可以用保利價通道 那你要用什麼呢 用一個很簡單 任何的財經報紙 任何網站 都會讓你看到 是 恒生指數 的股票圖 因為它 迎負基金和恒生指數 這麼貼近的話 就沒有問題 你看恒生指數就行 不需要看迎負基金 迎負基金 即是等於恒生指數 你看它跟10個月 或者10周的平均線 跌穿10周平均線 你們出了它 升穿10周平均線的 不是這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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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這個日 你現在不買它 就是這麼多 森阿埔 你說我更冷 那怎樣做 看月線圖 升穿10個月的 記得是買 不過呢 升穿10個月之後 如果10個月平均線升穿 買了之後 就記得有一樣東西 就不要再用10 用月線圖來出貨 你要用周線圖來出貨 因為你整個月跌下來 一個月可以跌到三千幾點 於是 這個就會出現了 你會吃不盡的浪 入貨你要用月線 很穩陣 出貨你要用周線 都是用10周就可以了 那你說我不用10周 我用10周和20周 兩個打交叉就行不行 用50周就行不行 行 慢慢學一下 學好之後就可以了 那你要怎樣做 那我就覺得 你在投資的基金裡面 如果你是很年輕 你很年輕 現在20歲左右 我真的會建議 你每個月 都存一些錢出來 是想買融庫基金 因為如果融庫基金 又是恒生指數 又是現在 2萬8 可以真正升到上 3萬8的話 你會怎樣 你會由28元升到上 38元 28元升到38元 可能用多久 可能是兩年三年 那你增長是怎樣 50% 而你會怎樣 定個籌為炸彈 那我建議就是這裏 當然 在這裏 如果你還有些 你會說 唉 他爬得很慢 我想什麽 8 就好像做這些 看看這裏買賣 跟這裏 那昨天 我就介紹了一隻 是1691 1691 看看這裏 那我當時 當時建議的推入價 我就叫他 就是要這個什麽 你買入價 就是16.8 那當時是17.4 那他真的下集 這麼巧 跌至16.8 那有些朋友說 說完之後 立即升上 我也不知道怎樣追 這裏不是 當時介紹了 是17.4 跌至16.4 不過有些人 一跌下去 就不敢買了 那算了 沒法子 那在這裏 到現在是17.7 那因此在這裏 如果你這裏 一日 就賺了5幾% 那如果你真真正正 是想要搏殺的 那你就試想一下這些 不過又不一定可以說 碧桂園在欺負責 是嗎 對嗎 挺好 那其他朋友問的就是這點 希望大家可以參考看看 或者有自己裏面的股票 參考一下 參考一下就可以了 因為始終市場容易生變 那起這點就是要留意 那你最喜歡參考 看看行不行 如果真的有需要問題 可以提出來問一下 好 多謝大家